黄佳怡此举 捏住了罗欧的七寸 虽然当时两人有协议 但如果事情闹大了 罗欧也生怕自己 在内地贪腐的事实被揭发出来 因此 对黄佳怡敢怒而不敢言 只能回到黄佳怡的身边 维持和她的关系 只是私底下 她再也不敢把巨额金钱 存放在黄佳怡的手里了 就这样 罗欧在香港的两个情人 为了争宠 使出浑身的本事 而贵慧芳也知道 黄佳怡对她来说 就是一个定时炸弹 她决定采取措施 搬回局面 可该用什么办法呢 一连多日 贵慧芳也没有想出好办法 却眼看着罗欧和黄佳怡 越处越紧 一天夜里 贵慧芳做了一个噩梦 梦见罗欧竟然和黄佳怡 举行了盛大的结婚典礼 惊醒过来后 贵慧芳最终下了决心 要让黄佳怡神不知鬼不觉地消失掉 2014年4月的一天上午 黄佳怡邀请贵慧芳到她家谈一个事情 那天 贵慧芳到黄佳怡家后 黄佳怡和贵慧芳谈着谈着 剪衣服洗好了 就准备去晾衣服 因为楼顶较高 黄佳怡站在一个板凳上晾衣服 贵慧芳看在眼里 知道机会来了 立即冲上去 冲撞黄佳怡 黄佳怡防不胜防 一下子被撞到栏杆外 从五楼跌落 幸运的是 黄佳怡从五楼跌落到一楼商铺搭建的凉棚上 由于梁鹏的缓冲 黄佳怡没有当场死亡 只是胸部和腿部骨折 昏迷不醒 黄佳怡很快被救护车送往医院抢救 而香港市民报警后 警方也赶到现场和医院调查 苏醒过来的黄佳怡 当即向警方指出 导致她坠楼的罪魁祸首 就是贵慧芳 要求警方将其拘捕 与此同时 黄佳怡还指出了贵慧芳和罗欧 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 让警方严惩这对小人 贵慧芳为了清除异己 挺而走险 试图让黄佳怡香消玉允 却没想到弄巧成拙 把自己和罗欧都牵扯了进来 香港警方觉得 从黄佳怡那里获取的信息非常重要 立即启动相关方案 并向内地纪委 派出香港分支机构进行了通报 至此 藏匿很深的罗欧 进入了纪委的视线 罗欧在得知 纪委正对其进行调查时 利用自己多年分管政法工作 结交下的人脉关系 向法律界人士讨教 甚至 与一些私人老板串通 研究如何应对组织调查 伪造证据 此外 他还向省纪委领导宣誓清白 并借机查探案情 但这一次 这位在朋友圈中因好帮忙能办事 搞得定而被冠以搞定鸽头钱的巨摊 没能搞定自己的后院失火 2014年5月25号 罗欧在办公室 迎来了广东省纪委的办人员 在双规的50多个日夜夜中 办人员和罗欧进行了一番 智力交融与心理暗斗的较量 虽然罗欧手段高明 从不自己拿钱 一开始 拒不交代问题 但磨高一尺 道高一掌 表面看起来手段高明 行为隐秘 不过是枉费心机 欲盖泥彰 在调查组的火眼金睛下 所有伎俩都被一一拆穿 最终 搞定鸽脱下了冠冕堂皇 道貌爱然的伪装 露出了财迷心窍 全迷心窍 色迷心窍的底色 经调查 罗欧在任职期间 利用职权便利 通过公然锁绘 充当前客 插手司法等手段 违纪违法 所得金额高达1.5亿元 罗欧出事 也引发了一系列官员落马 然而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半机关在办案过程中 通过DNA鉴定 插得贵惠方和罗欧的爱子 竟然和罗欧没有血缘关系 据贵惠方在接受调查时承认 虽然他很爱罗欧 但因为独守空房的孤寂 他曾与多位前男友保持着两性关系 但他自己都不敢相信 孩子竟然和罗欧没有关系 竟然是前男友的 2014年9月16号 经广东省纪委常委 会议审议 并报广东省委批准 给予罗欧开除党籍处分 由省监察厅报请省政府批准 给予其行政开除处分 收缴其违法所得 省纪委相关负责人称 罗欧案违纪违法时间之长 金额之大 性质之恶劣 在广东历年来查处的领导干部 违纪违法案件中 极为罕见 2014年12月20号 罗欧案审查结束 被移交到广东省检察院 依法提起公诉 即将移交司法机关处理时 罗欧追悔不已的土路 女人永远都是可以商量的人 如果公职人员把持不住自己 就会成为被伤的人 搞定各罗欧搞定了金钱 搞定了权利 搞定了别人 唯独搞不定自己的女人 这是罗欧用自己的人生 换来的刻骨感言 借己警人 借己警士 朋友们 今天的故事到这儿 就画上了句号 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继续关注